我们前面说了好几节 为什么要重新强调 说要改 一定要改 为什么还问你 要不要改呢 前提 是要改 但是真的很难改 改不了多少 但还是要改 怎么改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那有些人干脆说 我就不改 我就顺其自然 这不叫顺其自然 人一生下来 元气满满 70%多都是水 到了老年 皱纹越来越多 那身体不纳水 水分都流失了 那叫精华 天一生水 那你慢慢散了 也就散了 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人生就是如此 你如果 一味的 滚滚长江 冬深水 那么 你就随波逐流了 你如果想怎么样怎么样 我自由 那就落体了 那就下暴了 回不去 很多人都回不去 到了最后一刻 灵光返现 你才明白 这一生做了多少后悔 浪费了多少时光 精气神 全都好散的 没有意义的事 人 先生 那么 怎么办 那就各种办法 想尽一切办法去修正 超越它 真正到最后才是 礼遇 跳龙门 不过三两只 你真正超脱了这层束缚 我们现在科学讲什么 地心引力 你水行舟 你才能有希望 真正的了脱 在实在难过的时候 偶尔懈怠一下 放松一下 尽量不要用堕落这个词 所以 既然要改 我能不能投机取巧 那这又是一种 又是一个新的课题 我们下节课再说 不要认为这些是 产词滥调 这些 废话 真的是 核心 最重要的 为我们 讲术之前 一定要把这个道 至少要 简单的明了 深入 大家 知道这才是根本 在此基础之上 你算得再准 那都是 那都是后话了 那都是 细之末节了 但是 这个自然 也是很神奇的 每个人可能都想知道 自己 什么什么时候 怎么怎么样 如果真的能超越它 那么 你已经不受 这层明月 现在操控了 不在五星中 跳脱三界外 那个秀 我们一起 不断地努力 改不了多少 还是改不了多少 我们应该是 打电话 就能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